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158集 张世飞这种苦笑 完全就是被生活给逼出来的 尽管他不想承认 各位您琢磨琢磨呀 他现在心理压力真是太大了 这几个月压子 他是透不过气来 其实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所面对的是 普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另一个世界 而且呢 他还不能跟几个熟人之外的 任何人提起此事 面对着这种夜暗的生活 除了苦笑以外 还能有什么表情呢 起码张世飞现在是没想到 不能去宾馆 那就听崔先生的 去江边算了 反正环境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张世飞想到这儿呢 便随手拿起了身旁的那一束花 离开前的最后一天 张世飞也不能空着手来呀 于是刚才他进校园之前 便在学校旁边的花店 买了一大束花 学校的旁边必备会有花店 似乎这都是老传统了 就跟学校旁边的黑网吧一样 没啥好奇怪的 这个玫瑰确实是俗了一点 他也不能买这种赤裸裸的花 送给那梁月儿 他现在是很谨慎 也很明白 如果在最后的一天 对这梁月儿有什么闪失的话 那么他自己 八九不离十 会因为舍情而丧命 那什么舍洞山了 好在那花店的姑娘 很是热情啊 特别是对待张世飞这种 皮肤白皙 模样清秀 表情忧郁的男子 似乎张世飞现在这种状态 很是吸引看上去 没到二十的小姑娘 那小姑娘见张世飞穿得挺体面 而且还十分的俊俏 便主动为他介绍起各种花来 一连介绍了好几种 张世飞都没有看上 最后呢 还是他自己发现了 在墙边保险柜里面 那种粉红色的花 哎 样子挺好看 张世飞问那小姑娘 这什么花 那小姑娘跟跟直笑啊 然后对着张世飞说 哥哥你真能开玩笑 薔薇你不认得呀 我上哪认得去 张世飞心想 我又不是种花养花的 虽然以前也采过一枝花 但是完全没有送过花呀 最后张世飞还是买了一大树薔薇 不是因为他的品相 而是因为他的花语 每种花呀 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 薔薇的花语就是 憧憬的爱情 爱情和爱的思念 盛开的薔薇 给予人对爱情的憧憬 然而爱情不只是一场美丽的梦 花虽然会凋谢 心中的罪爱 却永不凋零 这种含义正是张世飞想要的 无法说出口的话 心中的想法 就用这一束薔薇来表达吧 反正只是一束花 应该不会同舍行之身反冲吧 很明显的教学楼之中的课时 都是不同的 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学生走出来 他们不是逃课呢 那就是下课 张世飞上过大学 直到这里面的门道 张世飞现在这抽烟的造型 和身边的强威 形成了挺鲜明的对比 有些女生会走出来以后 有意无意的都会看他一眼 张世飞的脸蛋很是招风啊 那些姑娘们的眼神之中 或多或少的都有些小失望 可能他们是在想 为什么这个英俊的宋花人 等的不是自己呢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 张世飞脚边的烟头 都已经五六个了 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抽到最后呢 张世飞都弄不清 这烟是什么味道了 那清扫校园的老头 只拿眼睛邪愣他呀 对此张世飞充耳不闻 心中依旧是一团降伍 眼见着梁月儿下课的时间快到了 张世飞也就不再点烟了 捡起了那几个烟头 丢到了扫地老头的袋子里 然后坐在地上捧着花 发起了呆 可是没过一会儿 只听见身后一阵焦笑声传来 似乎又是一群妹子们下课了 张世飞没回头 那阵笑声越来越近 忽然一个听上去 很是熟悉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呢 就如同是黄莹般的清脆 听上去呢 似乎还志气未脱似的 诶 张哥 你怎么在这儿呢 张世飞一愣啊 他望了望身旁 并没有别的男人 这是在叫我呢 不会吧 难道在这儿还能遇见熟人 张世飞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只见他身后不远处的台阶上 撬生生地站了三四个小妹子 哎呀 都挺漂亮的 其中一个妹子更是动人呐 大大的眼睛 弯弯的眉毛 小小的鼻子 乌黑的头发 一笑还露出俩小虎牙 张世飞顿时惊讶地说道 傅雪寒 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错啊 刚才说话的妹子 正是那拥有娃娃音的傅雪寒 一阵子没见吧 这丫头似乎又美了不少 也许是阳光的关系吧 张世飞怎么看怎么耀眼 也不知道是阳光晒的还是什么 反正这小丫头 此时小脸红扑扑的 见到了张世飞问他 便笑着对张世飞说道 我在这儿上学啊 张哥 你来这儿干什么 张世飞打眼望去 只见这傅雪寒 今天穿着一身光鲜的连衣裙 露出了纤细的双臂 以及匀衬的双腿 两条小腿 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啊 蕾丝的裙摆 小熊的内裤 小熊的内裤 张世飞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心养着坏菜了 要知道他现在的位置 正是那台阶的最下方啊 这台阶也不知道是哪个孙子设计的 挺老抖的 以他这个角度坐着抬头望去 竟然不偏不倚的 将那傅雪寒的群中风景一览无遗啊 就在他表情尴尬的一瞬间 傅雪寒身旁的丫头骗子们 发出了一种哄笑 很显然 他们也留意到了张世飞的表情 同时也知道了张世飞的眼睛 在观看什么位置 这些小丫头 似乎都很爱起哄啊 不住的拉着那傅雪寒询问 这是谁 这是谁 是不是你男朋友之类的 没有营养的话题 似乎女人们呀 都爱讨论这个 这傅雪寒的脸 顿时腾一下就红了 他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裙子 向下走 一边走 一边对着自己的同伴解释 不是不是 你们想什么呢 我和张哥只见过两面 不过这种解释 在那些女人的心中 似乎完全就没有说服力啊 张世飞慌忙站起了身 这时傅雪寒 在那些女生的簇拥下 已经来到了张世飞的身边了 只见那些女生们 依旧对傅雪寒不住的笑道 拉倒吧 见过两回就知道你生日了 你呀你呀 有这么帅的男朋友 也不告诉我们一生 怕我们抢日怎么的 啊 生日 面对着这一群 嘴跟机关枪似的少女 张世飞此时 完全就没有了说话的余地 不过他心中 依旧惊讶万分 他心想着什么生日 我靠 不会吧 不会这么巧吧 今天竟然是傅雪寒的生日 这下可尴尬了 张世飞顿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那傅雪寒听见姐妹们 这么一说 竟然也没再解释 只是红着脸望着张世飞 十分害羞的笑着 他的脸红的呀 像是张世飞手中的鲜花 而此时呢 张世飞手中的鲜花 似乎也粉红的 有些尴尬起来了 张世飞咽了口唾沫 心里面想 这自己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啊 巧合呀 就像是你拿着花 等你女朋友 却发现一个似乎是 对你有意思的女生 恰巧经过 而且他今天还过生日 就在那些小女生们 哄笑之间 张世飞沉默了 大概两三秒钟 他心里明白 现在已经说不清了 如果解释的话 估计傅雪涵一定会很受伤啊 要说在前一阵子吧 由于张世飞的关系 这傅雪涵一并被那该死的卵腰小妻 拉进了幻觉之中 最后呢 还让这傅雪涵住了院了 这件事 其实张世飞心中 确实是挺过意不去的 要知道这傅雪涵 根本就是局外人呢 现在他过生日 自己又赶上了 手中恰巧还有一束花 如果自己跟他说 其实这花不是送你的 那该有多尴尬呀 张世飞吧 虽然是个鸟人 但他也明白 这做人的道理 一束花而已 算了 他心想啊 讲错就错吧 当个顺水人情 还能让这个心地善良的小丫头 开心开心 想到了此处 张世飞便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挤出了一副笑容 将花递给了那傅雪涵 然后对他说 妹子 生日快乐 来的匆忙 也没准备什么 你要见谅啊 张世飞这一举动 让那些好像是鸭子式的女生 更加的起哄了 在他们的起哄之中 那傅雪涵的脸 红得似乎都要滴出水来了 但是看得出来 他还是很高兴的 起码不管脸再怎么红 但是眼睛之中 却不经意的流露出了 一丝幸福的神情 张世飞脸上微笑 心中却不住的苦笑 他心想着该死啊 他们要在这儿 闹多长时间呢 一会儿梁月出来了 要是让他看见这一幕 估计我挑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忽然张世飞觉得 现在事态十分的严重 但是没办法 他还不能说什么 只能在心中苦笑了 只见那傅雪涵接过了花 然后对着张世飞脸红的低声说道 谢谢张哥 真想不到 你只看了一次我的义工证 就记住了我的生日 我也想不到啊 好不容易来梁月儿学校一回 还遇见了一个大熟人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他现在满心的希望那傅雪涵 他们快点离开 可是他越想吧 事情就越不按他的预料走 只见那些小女生们笑着 对张世飞说 帅哥 既然你来了 就请我们吃饭吧 我吃你大爷呀 张世飞心中万分的憋屈的想着 此时离梁月儿下课 也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呢 人总是要应付一些突发的事件 尽管这些突发事件 会把你搅得措手不及 张世飞此时呢 就挺措手不及的 谁又能想得到 竟然会有这种戏剧化的巧合发生呢 能称得上戏剧化的 往往都是悲剧 要知道现在梁月儿就要下课了 如果他出来以后看到这么一幕 张世飞其实长一百张嘴 也无法解释了 虽然他觉得挺对不起这傅雪涵的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了 他实在是无法跟这些小丫头骗子们 一起去吃什么饭 可是应该怎么推脱呢 望着那傅雪涵此时翘脸微红 手里捧着那束薔薇 似乎还很是期待的模样 张世飞真的无法拿出 像以前自己对待女人的那种态度 来对待他 因为他明白 这个世界上是有报应的 他怎么对别人 以后别人就会怎么对他 他怕报应 怕的不能再怕了 这几秒钟对他来说 简直太过漫长 那些女人惊喜喳喳的声音 吵得他都快崩溃了 但是他也知道 现在并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如果再做不出什么好决定的话 99%悲剧 想到这儿 忽然一个奇妙的想法浮现在脑子里 他便当机立断 又挤出了一抹笑容 然后朝着那些女生们说 啊 好啊 今天我妹子过生日 我醒了 你们说咱去哪啊 那些女生们顿时大喜 甚至欢呼了 但是傅雪涵却有些不好意思的对着张世飞说 别呀张哥 已经够让你破费了 怎么还能 没等这小丫头说完呢 张世飞便摆了摆手 不用说了妹子 你这生日一年就一回 况且之前因为和我一起住了院 你就让我表示表示吧 哎 几位妹子 选好没呀 当然选好了 只要你出钱还怕没地方吃饭吗 这些女生们又开始嬉笑起来 忽然间张世飞觉得自己跟这些同胎也差不了几岁的女孩子 没有了共同语言了 他们看上去真的好天真的 这就是毕业和在校的差距吗 嗯 不对 想想自己以前应该也是这德行 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幼稚 只不过经过了这几个月惨无人道的洗礼之后 才慢慢的成熟 成熟 我成熟了吗 张世飞又开始自顾自的想 可能真这样 要不然放在以前 自己遇到这种状况 一定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哪能像现在这么淡定啊 人很多都是靠面子活着的 所以张世飞不能卷了这傅雪岸的面子 于是他便笑了笑 然后十分大放的一摆手 对着这几个女孩子说道 那还等啥呢 咱走吧 于是在那些女孩子的簇拥下 他们走下了台阶 可是还没走上几步呢 只见张世飞忽然站住了脚 然后移的一声 从兜里面快速的拿起了电话 放在耳朵边上 似乎是有人给他打电话的样子 只见他懒洋洋的说道 啊 崔哥呀 什么事啊 什么 他话锋一转 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十分紧张 只见他拿着电话大声说道 你说你媳妇生孩子了 难产 好好好 你先别着急啊 我现在就去医院 说吧 他挂断了电话 然后火急火燎的 对着他傅雪岸说道 抱歉了妹子 我的老板他媳妇难产 缺人手 我去帮忙了啊 真的假的呀 那些女生很明显 有些不相信的样子 怎么会这么巧呢 当然不会这么巧了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没办法呀 现在要让大家都有面子 只好用这一招了 由于他一时间也想不出说谁 便说了崔先生的名号 悲剧的老崔 真是躺着也中枪啊 福泽堂里边 崔先生猛然的打了一个喷嚏 喷了那一星星一脸 一星星也不恼怒 他擦了擦脸 然后对着崔先生说 咋了你 感冒了 崔先生摇了摇头 然后拿出了一张纸 开了开鼻涕 没有 可能是哪个孙子 在念叨我的吧 对了 刚才咱说到哪了 他大爷的一个喷嚏 给打忘了 一星星点着了一根烟 你说今天晚上 想找大家一起喝顿酒 听他说完以后 崔先生点了点头 然后他翘起了二郎腿 也点着了一根烟 那淡淡的烟雾 寥寥上升 崔先生的表情 忽然间变得有些凝重 只见他用右手 轻轻的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 其实还有个事 啥事 一星星用假手 拖着一面小镜子 另外一只手里面呢 拿着一把梳子 正由头粉面的打扮呢 似乎他很在意今天的约会啊 他和崔先生跟张日飞不一样 毕竟两人在这行里面 摸爬滚打久了 试问什么危险没见过呀 所以养成了良好的心理素质 他并不担心回不来 只是怕张亚新不高兴 崔先生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对着一星星说 就是蔡寒冬的事情 真搞不明白 他提蔡寒冬干啥呀 一星星看了他一眼 你提那小时候干啥 别告诉我 你要把他也带去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崔先生点了点头 我正是这个意思 一星星听崔先生这么说 顿时就摇了摇头啊 用一种很奇怪的语气 对着崔先生说道 别开玩笑了 大哥 虽然他的眼睛的确挺方便 不过那小子手无腹肌之力 我看就算是一个娘们 都能把他给掐死 到时候谁照顾他呀 崔先生见一星星不同意 便抽了一口烟 哎呀 我也并不是为了他那眼睛 哎 或者说并不全是吧 我是觉得吧 这件事实在是不简单 什么不简单呢 一星星把那把小木树 别在了耳朵后面 活像是一个木匠 哎 你也知道啊 咱们本来以为 自己的电影已经卸幕了 可是屁股还没做热呢 就又被卷进了新的故事里面 命运这个大孙子 搞的什么鬼 谁都不清楚 不过既然是他选中的演员 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怀疑吧 咱们这次去蛇洞山并非是决斗那么简单 很有可能这是命运给我们的一个契机 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 或者是启动什么 打住 赶快打住 一星星惊讶的对崔先生说 再说下去 你又要悟到什么了 听我的啊 还是现在这样好 不要再深究什么了 要不然的话 不知道会怎么样的 想不到你也有怕的时候啊 崔先生笑了 一星星呢 对崔先生的话嗤之以鼻 只见他哼了一声 你可别抬拒我了 我怕的东西还不够多吗 上次张亚新跟我生气 不让我在床上睡 就差点把我给吓尿裤子了 崔先生还是爱听这一星星说话 只见他笑了一句 然后又塌了口气 往沙发上一靠 顿时整个人都变得十分轻松 哎呀 其实我真挺恶心这种状态的 咱们这些已经领悟了命运之人 却依旧无法逃脱命运 就好像是明明知道 偷女生内裤犯法 却依旧要去做那些 蕾丝制品傀儡的变态狂一样啊 得过且过呗 还能咋去 每个人都这样 你不能改变就只能妥协 其实有时候吧 当当鱼缸里面的鱼 让人家观赏也挺不错的 一星星抽了一口烟 然后无所谓的说 紫飞鱼 安知鱼之乐吗 崔先生苦笑了一下 又说了 确实啊 自己怎么样 只有自己清楚 算了 不跟你探讨人生了 你说的也对 往往知道的太多呢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说说正经的吧 是你自己歪扯的好不好 一星星嘟囔了一句 是你自己叨叨 有屁块放 我媳妇那边还等着我呀 崔先生这次并没有笑 他只是对这一星星叹道 唉 其实我是觉得 蔡寒冬这小子身上 有挺多的迷没有解开 一星星眨了眨眼睛 迷 啥迷啊 他不就是有过什么慧眼吗 而且不是说因为车祸才得到的吗 就跟你的眼睛一样 是属于意外产物 这有啥好奇怪的 崔先生摇了摇头 我的眼睛只不过是因为在封都地府 死里逃生而来 这没啥好奇怪的 如果你去了地府 而且流了血泪回来 你也会有 我说的迷不是眼睛 而是他的经历 他有啥经历 在电视台工作过 这也算呢 我是说那个和尚 和尚 一星星一愣 然后也想起来了 那蔡寒冬对他们说自己得到了这只眼睛之后 确实遇到过一个老和尚 貌似呢 那个和尚挺神的 不像是一般的哈尔滨的九肉僧 崔先生继续说 是福是祸 解除因果 是非对错 孰能无果 试图迷茫 自身过客 万般烦恼 行善罪乐 这几句话你不觉得很有嚼头吗 是福是祸 是非对错 看来那个老和尚一定是知道什么 而且巧合的是 那个老和尚居然就在我家那边 所以正好这次去碾子山之前要经过我家 反正要训练小张 我想去会会那位高僧 也许能从他口中再套出一些什么吧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